好热气一周碟评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我手上这款 尖士邦50周年的蓝光box 这个box 如果大家留意 之前它的官方零售价在街上卖一整个 最便宜是1200-1500元 基本上那个年代 那个价钱我纯粹观望的态度 有时都挺惊喜的 近日我走过去店铺 看到它突然说是7元有找的价钱 有得买不买到 几大都去买去看 看看有些什么 如果看回box Set 你会看到它的packing 或者它的推出日期是2013年 即是Sky 4 即是自博天空城 2007自博天空城 那期的一个50周年的box Set版 或者你看看后面的介绍图 它有点像是别人的纪念冊 比如说是别人结婚 那类型的纪念冊 那种设计 那种设计 你看到它每一页 它都是有个 即是有个 有剧照 接着还会有一个soket 可以放一张碟 那看preview 不如看看里面的一个 OK 那你见到它的box Set 它用了两个 即是纪念冊 booklet的设计去分 那你见到是一个 基本上它可以分是两个时期 一个你可以 银色很明显 比如说的25周年 金星的50周年 银器和金器两个版本 那我们由最舊的开提器 一开球就见到是 San Connery San Connery 那年代 如果说是1968 如果没有记错 反正是60年代 那见到应该呢 是的 没错 好 好 头那两集 一板 然后你再掌 应该去到 湧泊间谅网的那个 那个年代 那就再掌 那其实这个系列 你见到 是除了有 就是 因为它是 六代尖指方齐齐了 由 San Sakla 跟着 到罗商摩瓦 佐治拉伸比 到铁摩达顿 還有鐵摩達頓,還有就是皮卡斯寶士南 最後就是丹尼爾基克,大家最熟悉的一代 揭曉看看 而且你看到Bucknet的質地 其實不是香港自己印的,是外國進口 印象中印刷品會在英國或美國自己印 所以如果你六塊錢的價錢 即是七塊錢的價錢,你只賣過來的話 其實也不止這個價錢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看到有這個版本 還可以賣,大家可以考慮入手 最後呢,這裡沒東西了,還有另一本 還有金色這一本 一開始已經是羅渣摩 接摩達頓 已經去到皮卡斯的年代,比較近期 90年代 大家在看這個應該是筆劇殺機的時候 應該是2002年以上 然後亮點會是 那時候會有影韓荷爾巴利做幫女郎 然後去到梁子殺機 沒錯,2008年的一部電影 到最後呢,這個位置 沒錯,Casino Royale 網家賭場 Eva Green的時候 當年來講都算幾經驗 說的是她做幫女郎 到最後呢,它會有 看先,2012年那套Skyfall 即是說 Skyfall 還有一部電影 據我了解 我之前看過 這個電影 電影 大概有 接近 六個小時的電影 全部都是高清 即是說是FHD 變成 這個年代 就算讓你看回SD 就算有多少花絮 你都未必會看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說全部都是FHD 的格式來講 你會覺得都OK 即是說是Bonus Feature 留意一下 想說一點就是 其實Skyfall 這套片 是這麼多套007之中 唯一套是有IMAX鏡頭的電影 當年它在戲院 即是如果你真的有去IMAX的戲院 去看Skyfall 它在開放名 還有中段有些打鬥位 它是用了IMAX拍攝 變成說 即是說是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看Skyfall 這套片即是在Blue的格式之下 它都相對來說 畫質和 我記得特別是Way Balance 那個色彎來說 都比較有參考性 比如說外國網站 我記得是 即是電視 就是KEL機網站 它每一次 即是KEL這個SDR 即是說是FHD 或者4K的SDR 一個標準動態的畫面 它都是必定會找Skyfall來試 那我實話是 如果大家想找一隻碟來做一個Reference 我覺得是 即是如果是SDR來說 Skyfall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想說回一點點就是 即是這麼多集之中 即是這麼多一代尖士邦之中 我覺得畫面 以舊片來說 以舊片來說 其實 新康納尼的頭 不知道是4集 還是5集的尖士邦來說 算是MGM 或者是FOX 因為它是UnderFOX的發行 相對來說比較徹底 即是說說它接近50多年的一部電影 我記得當初它MASTERING也是用2K 即是說MASTERING 但是 你看到無論是高光位 或者是顏色的細節 它都整理得很圓滿 如果你說是 相對注意來說 會是皮瓦斯 即是說是9 即是皮瓦斯那幾集 會比較差一點點 感覺上它是 它的Noise會比較多 如果倒回來說 金眼睛那一集 即是高等埃那一集 它的Noise Reduction 反而是做得過龍 變了有少許油畫化的感覺 其它雜數相對來說都平均的 如果你說真的 即是今年 即是如果大家都留意到 詹斯邦來 因為下年會上第25集 如果你說想找回 一些舊的雜數去重溫 以及又想看看一些 bonus feature 這個box set 我覺得算是一個 真是 一個終極的一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是見到好價的話 最尾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按LIKE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最尾要按一下小鈴 我們update就會找你